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征服股海共創双赢 好 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今天县荣老师 给会员朋友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来看一下 每天第一步 我们说要做当冲 记得先观察好盘势 决定该做短多还做短空 那今天的盘势 早盘9点多 就跟会员朋友报告 礼拜四美股是持续高档震荡 而台北股市加权指数开平 小跌个一点开出 首盘虽然是个多方量 来做一个拉升 但是只有74亿 预估量只有1000亿到1100亿之间 出现一个量能急缩的状况 所以早盘就已经跟大家讲 今天的指数研判开平之后 就是一个震荡整理 仍然是个股各自表现为主 那是不是这样呢 来看到这今天大盘 指数开个平盘小跌一点 一度往上拉 但是缺乏攻击力道 没多久又翻黑下来 但也没有跌很深 尾盘又稍微拉高上来 小涨个8点 收在11566点的位置 所以今天指数如我所说 量缩 霞幅震荡 那个股呢 各自表现的情况之下 当然还是有股票在涨 但是县荣老师会跟大家说 通常这种盘量能出现一个急缩的现象的时候 攻击力道不足 当然还是有股票会涨 但是通常你看到什么股票急拉 你想要去追 如果量够大 这个人气够旺 或许这样容易赚钱 可是像这种量急缩的盘 你还在傻傻的看到拉高跑去追 你会发现反而找盘去追了之后 套在高点尾盘反手下杀的几率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要赚钱的几率要高 尤其我们做当冲 讲究的是胜算要够高 那这种盘反而会建议会员朋友 采取先卖后买胜算比较高一点 找的是哪些股票找盘看起来在拉 其实是在又多大户在出货的 像这一档股票 今天我们会员朋友锁定了 散热模组当中3653的建策 最近利多频传 包括用在伺服器跟车用的一个 这个双级电晶体 助攻之下产能满载 10月营收年增率高达38% 这么多利多 可是县荣老师再强调一次 我们做当冲 尤其做当冲 看的不是消息有利多还是利空 而是观察利多跟利空的背后 大户到底在做些什么 那像今天建策开盘前 哇这个还试戳合的时候 亮灯涨停板给大家看 早盘开高一度还往上拉上去 这今天开盘 冲往上拉 看这里可能更清楚一点 这今天的早盘 后面遮起来会觉得 早盘好像一副开高要往上冲 盘前还亮灯涨停给大家看 可是我说这个你要注意 随后没多久跌落到大单敲进的成本 也跌落到这个早盘均价以下 这个其实是有大户趁机在又多之后 拉高出货的迹象 加上短线动能指标 也出现一个转弱讯号之下 因此建立会员朋友先卖后买 这是今天早上9点22分就发出的指令 建立会员朋友3653的建策 短线技术面转弱了 既然转弱记得我们就是要做短空 就是限股限冲的话要先卖 定价定在187到188的价位来做卖出 停损目标也先定下来 所以你看到现龙老师给会员朋友的指令 都十分的清楚明白 做什么股票 代号多少 要买还是要卖 价位定在哪里都清楚明白 而且一定预设好停损 来帮会员朋友严格控制风险 那今天当然定在187元以上 有没有成交来看到 这9点22分就已经发出的指令 到了这个10点多的时候 可以看到今天来到10点多 股价高点来到多少 来到187.5 换句话说今天挂187 188 187.5的 都有机会能够去成交得到 那平均价在187.25的一个价位 那成交之后呢 下半场就逐步走低下来 最后收盘呢收在最低点 翻黑收在184块 那我们是在尾盘接近1点钟的时候 那时候试价建立大家 185到185.5把它买回来 所以今天平均买在185.25的话 等于今天大概就是接近 大概平均来讲的话 2块钱左右的价差 放进口袋里来 这样能赚多少 假设投资朋友 会员朋友 用100万来操作 可以做个6张 今天做个6张的建策就好 今天又是怎样 1万2快乐的当充足帮自己加薪 加个1万2放进口袋里来了 那你也不要小看1万2 你去想一想 如果你在这里 把100万拿去银行放定存 你要存多久能够存到1万2 可能要存足足一整年 对不对 而县荣老师是你看到今天 我们快乐当充足 一天就帮自己加薪个1万2加起来了 再来看到这不只是今天 对不对 那看到这一波以来 县荣老师从12月13号 带会员朋友做智帮 茂联 康控 台药 夹则 建策 已经连续6次出手 有时候赚得多 有时候赚得少 但是六年胜的一个战绩 你看到目前都还是持续的 在稳扎稳打帮助会员朋友 累积财富之中 到了这个现在 你看到这个月已经是第10胜 总共10胜二负二合之下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目前累积报酬率来到9.8% 等于投资朋友 假设你用100万这样左右 一档一档操作下来 每天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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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操作下来 一个月要帮自己加薪个5位数 甚至6位数 绝对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县荣老师 这个部分都还在持续努力 在帮助会员朋友 当个快乐当充足 利用当充帮自己加薪 多创造一份收入 当然也证明了这个盘 很多人说最近大盘指数 开始高档震荡 股票每天都在轮动很快 操作难度很高 或许很多人都觉得 最近难度很高 不像前程随便买随便赚的一样 可是你会发现到 重点即使这种盘 关键是当你能够去找到正确方法的时候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了 把简单变重复 再把重复变更好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坚持 看准目标才出手 真的是能够这样稳扎稳打 持续的帮助会员朋友累积财富下去 那我们目前当冲已经达到六连胜的战绩 怎么来的 不就是县荣老师每天坚持按照SOP 第一步先观察盘式决定好多空 第二步选出符合条件的个股 在一千多档里头找最有把握的一档 顶多两档来做确认转折时果断的出手 最后遵守纪律理性操作之下 这样子才能够稳扎稳打的 持续帮助投资朋友掌握赚钱机会 甚至会员朋友想知道 那县荣老师怎么去判断 当天的盘式该做短多要先买后卖 还是要该做短空要先卖再买 怎么去判断的 以及如果要做短多要先买怎么选股 要做短空要先卖怎么去选股 这个礼拜11月18号会员专属实战教学 都有在实战范例当中 跟会员朋友来做探讨 会员朋友这个礼拜到下礼拜都可以收看 那再强调一次 这个不是要赚会员的钱 那我只是希望会员朋友 这地方学会这些之后 能够因此提升自己的功力 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所以只要是一年起以上的会员朋友 都可以有个个人专属账号密码 在县荣老师极品操盘团队 网站上面的会员专区 登陆进去之后 都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有朝一日学会了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这些东西 不用靠县荣老师 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回来 那就是县荣老师最大的心愿了 好那回来继续谈谈到这个盘式 那这盘当然在昨天已经跟大家提到 那先前已经跟大家提到过指数的部分 在接下来架涨量缩 穿架拉高昼很容易会有个回马枪回测月线 昨天盘中一度下跌152点 碰到了月线了 当然也留了一个下影线上来 那目前来看 好像月线的一个支撑 月线在这里 暂时又守住了 但是先提醒大家 当然指数的后市 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台积电的身上 因为毕竟现在台积电 占大盘权重高达两成 所以几乎就是靠一档股票 就可以影响指数的涨跌的情况之下 那接下来指数的涨跌 人看台积电 目前股价如果守在月线305左右 那当然大盘守住月线 就不是太大问题了 那除非说这地方台积电 万一破了三字头 跌到200多 那大盘就很危险 可是我也跟大家提醒 那这几天量又出现急缩 昨天是1100多亿 今天量更缩到1080几亿 对不对 那量急缩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即使台积电 能够守住月线 但如果量不能够有 这个多方攻击量 至少来个1300亿 那就不会是一个攻击盘 也就顶多就是一个高档震荡 各股各自表现的局势 那这种盘你反而要更小心 因为这种盘 如果只靠着台积电在撑 那其他的大户 每天都只是在拉不一样的 股票的时候 你会看到 每天都还是有股票在涨 可是到最后你一跑去追 人家短线大户 我们讲做隔日冲的 就是这种 拉个一根红棒 哇好棒好强 带量突破 散户隔天看到 这地方报纸通常 看到前一天大涨的股票 会有利多就跑去追 追完人家马上就倒 倒货给你 倒货完呢 散户就套在高档 套在高档可能就反手跌下来了 造成这个盘式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行情 看起来指数在高档震荡 半天全金条 每天都有股票在涨 可是投资到最后 就一堆又套牢了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 那指数现在虽然仍然守在月线 可是却是一堆的股票 跌破月线 甚至跌破季线的一堆 你来看一看 这是统计到昨天为止 指数昨天立守在月线 收盘收到11566 看起来还在持续高档震荡 可是一堆股票 现在杀破了季线 200多档 重点是这里面 你看到很多都是前不久 才刚刚看起来 带量突破在转强 一堆老师在喊尽的股票 光学股的郁金光 游戏股的星象 IC设计的神盾 风力发电的上淫 5G概念股的联雅 散热模组的操纵 庸智科技 双红 利基 康控 智邦 细创 华星科 联帽 有没有 这些股票你都很熟悉 因为才不久前 这才是市场上 很夯的一些刚突破的股票 一堆老师在喊尽 你如果真的跑去买 现在一档一档的杀破季线 代表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套牢在里面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最主要就是 当加权指数这一波的上涨 几乎就靠着台积电 这样一支足袖 就能够把它拉升上来 因为台积电 真的在7奈米高阶制程 技术领先同业的情况之下 当然它有它的一个订单 这个持续满载 业绩持续上扬的条件 好 但是其他的上市柜公司 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力 有这样的一个订单 能够让这个支撑股价上涨吗 你会发现很多没有 上市公司加起来前三季的获利 居然创下了七年来最大的衰退 这还是有台积电在里面历称 如果把台积电拿掉 可能上市公司前三季获利 衰退的幅度还更大 对不对 所以当大家都在说 现在这美中贸易战会有转单效益 结果大部分的公司获利是衰退的 外销订单连续12个月在负成长的 那到最后如果说大家说 这波万点行情撑上来突破一万一 靠的是美中贸易战的转单效应 还有台商资金回流 结果如果都是只是梦一场的话 那梦醒时分会怎样 各位投资朋友 想一想 那个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对不对 所以前阵子指数涨 很多人都说哎呀赚了指数却赔了价差 指数就靠台积电掌 到处追就是到处套 半天转金条一追又套牢 万一这个行情反转下去 你还在那边买 还在那边追 不就到时候变重伤了吗 所以怎么办 所以我才会再三跟大家讲 现在这个盘最佳的操作策略 你要真正的把获利放进口袋 就是跟着县荣老师采取 当冲加空军两路并进的方式 才能够真正将获利放进口袋 尤其当冲的一个部分 再三强调 当冲最大的优点 我们盘中满手都没有关系 但是盘后 我们尤其专门做当冲的 盘后保持空手 对不对 那你说这地方 股市接下来会不会崩跌下去 跟我们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啊 反而这个风险是最小的 然后又能够发挥稳扎稳打的优势 拒沙城塔持续的累积财富 当然我要强调 很多人说那当冲 可是要花更多时间看盘 没时间看怎么办 或者是当冲很多人看了半天的盘 结果都只是跟着大单那边追高啥低 到最后白忙一场 甚至被人家给骗了 这个人家拉高又多 你跑去追在高点 尾盘杀下来砍掉 而反而赔钱 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 加入由我 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那再强调一次 县荣老师的当冲 非常的单纯 我不会带你一天杀进杀出几十趟 我也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叫你去设飞标 每天找盘1000多档股票 我只找最有把握的一档 最多两档 给大家做快打当冲的建议 清楚的告诉会员朋友 要买还是要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到价简讯提醒通知 当天带你进 当天一定带你出 绝对没有那种在凹单的 没有那种赚了钱 看对叫你冲掉 看错叫你改做波段 其实叫你凹单绝对没有 所以就是这样 跟着县荣老师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对不对 所以有机会做攻击盘 我们先买 像上个礼拜五大盘 这个价量起扬 那一天我们做先买后卖 锁定电动车的帽帘 拉大户持续在进货 动能指标也持续转强 先买后卖 那一天买在218 拉高上去 过了一个多小时 221卖出 3块的价差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做个武将 那一天快乐当充足 就帮自己加薪 1万5了 对不对 昨天这个没有成绩 昨天我们休息 前天 前天我们做加折 利多见报 发现大户又趁着利多出来 拉高出货 所以当然要先卖后买 对不对 顺利的7块半价差 做个四张 那一天是大赚3万块 那昨天休息 今天再锁定建策 利多平传之下 大户又再拉高出货 转弱薰号出现 先卖后买 对不对 今天少一点 也有2块左右的价差 做个六张 很多人又帮自己加薪个1万2了 就是这样子 每天攻击盘先买 整理盘先卖 清楚的告诉你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 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 当天带你进 当天一定带你出 你只需要跟着县荣老师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今天9点多 通知大家 操作建策 先卖后买 价格给你 对不对 尾盘接近一点了 好 提前获利入带 就这样 就当个快乐当冲组 帮自己今天 又可以多加一份收入 那这个礼拜 连4次出手 4战4胜 加上上个礼拜 智邦 以及这个茂连 也都获胜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冲战绩 目前已经来到6连胜 本月当冲 这个9胜2负之下 胜率高达83% 波段的空军 这次胜率 也是超过8成以上 那为了要帮助更多投资朋友 也能够一方面利用当冲 帮自己当个快乐当冲组 多创造一份收入 帮自己加薪 一方面想要扩大利润 空军起飞 所以这部分 特别在这里 推出一个全面 588的超值优惠 详细的内容 想要深入了解的 都欢迎大家 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运达投顾该老师 极品超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或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当台北股市突破去年1.270高点 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觉得 这就是一个多头市场 一定要赶快进来买股票 所以最近国泰金发布了11月份 国民经济信心调查指数 发现到股市乐观指数 创下了今年来最好的一个数字 但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股市当中不变的定理 恐慌会见底 乐观会做头 对不对 7000多 8000多 现龙老师在带着会员朋友拼大的时候 那时候市场是充满了一片悲观 都觉得行情就是一个空头趋势 会继续的跌 经济数据一堆这地方下滑 可是现龙老师就是在别人不敢买的时候 带着大家全力拼大的 那到了现在全市场在乐观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多大户 受险业趁机在减码 对不对 国具出清了华星科的股票 玉金光 全新 瑞玉 泰塑 很多大股东都在做什么 逢高减码 各位投资们 你要去想一想 这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行情是在低档 让你全力买进吗 你要这个七八千点 不跟着现龙老师那时候拼大的 你要到了一万一千多 创这个二十九年新高了 才去追高买股票 各位投资朋友 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吗 所以现龙老师再三提醒 在这个阶段 目前最佳操作策略 只有当冲加上空军 两路并进的方式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投资朋友 将获利放进口袋里来 当然这几天很多投资朋友 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现龙老师 基品操盘团队的时候 有一个投资朋友问说 当冲风险会不会很大 很多人都觉得当冲好像听起来 很刺激当天就要输赢一样 其实我跟大家讲 真正当冲懂的人 他反而是帮你把风险 控制在最小最小 为什么 因为当冲是这样 盘中满手都没关系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但是盘后你却保持空手了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有生活品质 早上跟着现龙老师赚到钱了 今天做建策一万多也不错啊 下午逛逛街喝个下午茶 吃个大餐 这礼拜四连胜 哇赚了不少 带着家人过更好的生活去 假日安排个温馨小旅行去 对不对 重点是快进快出之下 你发现 其实受到大盘趋势影响非常低啊 你在这里买股票爆波段 买在一万一千多点的历史高档 你才要来买股票爆波段 你不觉得那才叫做风险很大的事吗 反而当冲我们就快进快出 风险最小 而且操作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风险才是真正最低的 才不会说股票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 最后变长期套牢 资金又灵活运用 钱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快速累积财富 天天来掌握赚钱机会 那关键是你要用对方法 方法错了 你当然就赚不到钱 那县荣老师的方法都跟他讲过 每天第一步先观察盘式 决定多空 找出一千多档股票 符合条件最有把握的一到两档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遵守纪律理性操盘 所以县荣老师就是坚持 看准目标才出手 赚钱才能长长久久 就像我们今天建策 不就这样稳扎稳打 这个月十胜二负二合的战绩 真的要靠当冲 帮自己加薪的五位数六位数 不是不可能梦想 同样空军战队 我们也不会带你乱枪打鸟 我们只找最有把握的一到两档 高档转弱股 空军起飞 赚完一档再赚下一档 对不对 也是按照SOP一档一档操作 10月份我们的代表作 剪刀脚的晶元 大家都在追高的时候 我说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空军起飞 重挫下去 凯旋而归 获利入带 对不对 这个月康控 同样大家在追高的时候 我们同样空军起飞 重挫下来 空单回补 又把获利放进口袋了 目前空军战机 七胜一副 只剩正微还抱在手上 那这两天又发现新的高价股 开始在这里 有大户出货 高档转弱讯号出来 希望不要又等到大跌下去 你才来后悔 希望你能够跟着 县荣老师做好赚钱准备 想把握的提醒大家 特别帮大家争取这次全面 588的超值优惠专案 想要深入了解的 都欢迎指名加入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孤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